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双波精品有声小说 《默示,我的丧尸可以合成》 作者,天天时更 演播,子豪,一个人 第307章 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宇宙中又多了不少感染星球 夜晨盯上了其中的一颗 那一颗感染星球被感染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百年的时间 物合应该已经成形了吧 是的,据子萱的观察,物合并非是消耗品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 相反,物合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 这也是每个感染星球被感染的时间越久 子物浓度越高的原因所在了 夜晨启动了引擎纹 开始朝着那颗感染星球跳跃过去 一天后,它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呢,距离地球已经有不知多远的距离了 当夜晨赶到的时候 这颗感染星球的外面 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试图攻破物壳 这应该是这颗感染星球旁边的高级文明的舰队了吧 有人来了 那支高级文明的舰队发现了夜晨 还没有等它们有任何的动作呢 夜晨就已经突破了物合的封锁 直接冲进了那颗星球的内部 此时的星球内部 子物浓度更甚于夜晨刚刚穿越时的地球 夜晨从星球上方掠过 观察着下方的情况 这颗星球的子物比地球上可厉害多了 整颗星球上到处都是丧尸 看不到多少人类的活动踪迹了 这完全就是一颗丧尸的星球了 估计人类就是没有被彻底的灭绝 也所剩无几 同样的时间里 每一颗被感染星球的感染程度都不一样 在夜晨穿越之前 地球上的丧尸虽然也很凶猛 但是人类还能抵挡得住 但是啊 这颗星球上的人就并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也就导致这颗星球上丧尸遍地走 如果是以前呢 这么多的丧尸 夜晨估计会一头扎进去 把所有丧尸给全部合成 但现在呢 夜晨已经不想浪费时间了 他直奔这颗星球上的雾盒而去 不多时 夜晨就找到了一处紫雾的喷发点 然后他轻轻一拽 就将雾盒给拽了下来 到了他现在的境界 拽下雾盒简直是不要太简单了 夜晨紧接着去寻找第二个雾盒 而这个时候呢 偏边冲来了一条鱼龙 对着夜晨就杀了过来 这是一只长着龙鳞的鱼 不过夜晨的手一翻 就将其给抓住了 这是一条即将突破纠集的鱼 不过他眼力不好 很快夜晨就找到了第二个雾盒 将其拽了下来 接着夜晨又去找第三个雾盒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有元吉的丧尸或者是异兽 前来袭击夜晨 因为夜晨的动作 让他们感觉到了极度的威胁 雾盒一旦被夜晨全部取走 这颗星球上的紫雾 就被消耗殆尽的一天 而一旦紫雾没了 这些丧尸也就失去了能量的供应 低级的丧尸会死 高级的丧尸会失去了进化的源泉 再也无法继续进化下去了 元吉丧尸的前仆后祭 倒是给夜晨送了不少的人头 最后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夜晨把整颗星球上的雾盒一网打尽 夜晨一共获得了足足85枚雾盒 雾盒被夜晨全部弄走之后 这颗星球短时间内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这时间一长 紫雾被星球上的丧尸 易兽和植物易吸收 早晚会被消耗殆尽的 这三天的时间里 夜晨在地面上并没有发现人类 这颗星球几乎被丧尸彻底地占据了 夜晨收走了武盒之后 便没有心思在这里停留了 这85枚武盒足够用很久了 于是夜晨再次一跃冲出了紫雾袋 他出来了 周围那个高级文明的舰队严阵一带 但是夜晨一出来 就再次启动了引擎文 瞬间就消失在了太空之中 检测到空间跳跃的痕迹 天哪 他只是一个人哪 为什么能够进行空间跳跃 这个高级文明的舰队被吓得够呛 以人的身体进行空间跳跃 这种事 这个高级文明的人 以前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地球上夜晨再次跳了回来 走吧 我们一起去放物盒 夜晨带着紫雄和彤彤他们 在地球不少区域重新放下了物盒 有着八十几枚新增的物盒 地球上的紫雾浓度会进一步 大大的增加起来的 在地球上转眼间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五百年的时间过去 整个地球已经是大变样了 天空中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飞行器 整个地球的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千亿 由于基因药水的普及 地球上进化者的数量也相当之多 有基因药水的改造 地球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觉醒者 当然 这些觉醒者之中 只有少部分人 最终成为了进化者 但是 由于基数在那里 进化者的数量仍然过了亿 这可是相当可怕的 遥想夜晨刚刚穿越的时候 那时候的天赋区域两千万人口 这满打满算也就一两万人口罢了 现在这整个地球已经彻底变了样 由于西方人天生的基因缺陷 所以 现在的地球 以东方为中心 在东方 又以天赋区域为中心 这整个地球 现在都为五者联盟所掌控 五者联盟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办法 以每座城市为中心 分城管理 定期评级 这评级好的城市 会分到更好的资源 这也就使得 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会用心了 这些管理者都是强大的进化者 对普通人的钱财 与弱小进化者的钱财 也不感兴趣 所以呢 现在的地球上 哪怕是没有觉醒的普通人 与弱小的觉醒者 生活也变得相当安逸 当然了 他们仍然崇拜强者 希望成为强者 因为强大的进化者 往往才是最耀眼的明星嘛 那些普通人娱乐业诞生的一些稍稍知名的人啊 也最多就是茶余饭后的一点消遣罢了 除了消遣 他们是别无他用的 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 而如果成为了进化者 哪怕是娱乐业诞生的所谓明星 也会放弃一切 而夜晨呢 也成为了整个地球的神 哪怕是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夜晨 都崇拜夜晨 在靠近海洋的地方啊 除了一些强大的进化者修建的城市之外 基本没有人愿意去居住 因为海洋中 厉害的便宇仍然是层出不穷啊 冬域中最厉害的丧尸也在不断地出现 原集的异兽与丧尸数量相当之多 夜晨并没有将丧尸与异兽彻底的剿灭 而是圈养了起来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有夜晨与他女人们的镇压 这些丧尸与异兽根本就翻不起浪 不要说原集 就是纠集的丧尸与异兽也翻不起浪 翻手就给镇压 这些丧尸与异兽不到纠集 根本就别想出地球 而他们要到纠集呢 必须去动物核 他们一动物核 就被夜晨感知到 现在这件事专门交给了一号来做 一号这个大苦力被夜晨提升到了纠集 他还是保持不男不女的模样 成为了纠集之后 一号有了一些自主的意识 但是这些自主的意识 都是对夜晨忠诚的意识 一号坐镇在东狱 只要有丧尸或者是异兽 触碰到了五合 他就会直接以夜晨 刻意给他合成的空间异能 追到那丧尸与异兽的旁边 然后将其抓过来给夜晨 为了保险起见 二号与他备合 二号同样也到了纠集了 而神奇的是到了纠集之后 二号的追踪术 再怎么使用也不会掉极了 只不过消耗一定的能量罢了 如果追踪过于强大的存在 如夜晨 他会萎弥补这很长一段时间 五百年的时间过去 夜晨自己的实力 也强大到了一个无法估量的竞技 明已经被他带离了地球 而现在地球的体积 已经比木星还要大几倍了 整个太阳系都因此扩大了许多倍 在太空中 大神级文明的联络飞船 仍然在那里 他们很有耐心 为了突破文明的志号 他们已经挣扎了无数年 区区几百年而已 他们还是等得起的 夜晨的女人们呢 实力也在突飞猛进 哪怕是她的人类女人 以往近近最慢的蓝灵儿 也达到了究极 更不用说其他女人了 轻衣同样成为了她的女人 还有斐红以前的副手云烟 在见识过夜晨的优秀之后 云烟的心中 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了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双波精品有声小说 莫世 我的丧尸可以合成 作者 天天时更 演播 紫豪 一个人 第三百零八章 时间悠悠 转眼间又是五百年的时间过去 千年的期限到了 与大神级文明约定的时间也到了 大神级文明的几个人如期而至 此时夜晨的强大 早已到了一个不可估量的境界了 夜晨也并没有忘记约定 他带着自己的所有女人们来到了太空之中 看着那几个大神级文明的人说道 看好了 紧接着夜晨伸出手 对着星空轻轻一划 就像玩智能手机的触摸屏一样 眼前的星空瞬间就被他划走了 一片陌生的星空出现在视野之中 这不是星空变了 而是他们的位置变了 这神乎七神的手段 看到那几个大神级文明的人眼睛直跳 在夜晨的前方 一颗巨大的恒星正在熊熊地燃烧着 夜晨伸出了手 对着这颗恒星一捏 并看到 那颗恒星猛的一下 就缩小了不知多少倍 从一颗比太阳系的太阳 还要大几十万倍的巨恒星 变成了一颗乒乓球一样的小球 这个小球仍然在燃烧着 紫轩 重力数到极致了 就是这样的 夜晨对旁边的紫轩说完 手再四一划 马上他们又到了另一片星空 夜晨再次对着一颗恒星一捏 又捏出了一个小球 它的速度很快 不停地转换星空 不多时 就被夜晨收集到了九颗恒星球了 接着夜晨再次一划 来到了一颗星球附近 这颗肉眼根本看不到的星洞 被它轻而易举地抓了起来 这一连抓了许多颗黑洞 这俨然已经是上帝般的手段 看得那几个大神级文明的人 已经彻底呆滞 这几个人完全想不到 当个体的实力发展到了极致 居然有这样恐怖的效果 紧接着夜晨以黑洞为材料 打造了一把剑 这一把剑上还镶嵌着九颗恒星球 他拿出了这把剑对着天空一展 这一展那几个大神级的文明 就发现了不同 似乎有某种隔阂被斩断了 走吧 我带你上去 夜晨对那个高维的女人说道 他带着这个高维度的女人 冲进了高维度的世界中 只是这些高维度的世界中 此时一片死寂 不见一个生命了 夜晨就这样带着他 还有自己的女人们一路往上 当他冲到了维度的最高层时 看到了一具庞大的尸体 这是天人之尸 那个高维度的女人说道 天人果然死了 夜晨看到大量的子物 从这个天人之尸的身体里溢出 而所谓的物核 其实就是他身体里逃逸的细胞了 夜晨的手一伸 就将这具尸体给收了进去 这些一层一层的维度 其实是这个天人临死之前 为了保护宇宙不被毁灭 而不出来的 这些维度从上到下 时间流速不断地变慢 这也就使得子物的蔓延 无限地变慢 可惜啊 子物还是蔓延到了最下层去了 不过这些子物有坏处 也有好处啊 唉 夜晨清叹了一声 他把天人的尸体收走了 也就解决了子物的问题 这些维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个宇宙啊 只要唯一的一个维度就可以了 夜晨首一按 高维度世界就一个接一个地坍塌了 最后合并成了一个唯一的维度世界 没有了高维度的世界 文明发展的质号就解除了 至于高维度世界中那些集体生命都被夜晨顺手给解决掉 这个宇宙开始恢复了正常 地球呢 则逐步发展成了宇宙的中心 而夜晨则与她的女人们在地球上享受着永恒的生命 童童还是没有长大 但是她的年龄其实不小了 终于成了夜晨的女人 可儿还是那么的可爱 子轩和幽若 孟雪 莎莎 苗苗 还有白雪 斐红 蓝灵儿 尊上姐妹 绿夏 与绿夏的女王姐姐 青衣 马雪 管帘 还有来自高维度的女人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